Microbit 的广播 Microbit 的广播好比我们在班上上课 假班的老师传出的指令 隔了一道墙以后 他是没有办法传送到已班的学生 已班的学生也没有必要接受假班老师的指令 广播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 那我们来看广播他一定有分 谁发出广播讯号 那我们现在把广发出广播讯号的当老师端 那我们来看他程式码 当启动的时候 广播群组设为一 这个就是设定班级了 你是哪一个班 你属于哪一个班 这个老师是属于第一个班 当然你这里面的数字可以改 那我们老师使用大的爱心 那当按钮按下A的时候 我们现在用文字发送的广播是属文字类的 所以我们发送一个笑 这个时候老师的板子会有一个笑脸 那另外一个按下B按钮的时候 会发送枯 然后出现一个枯按钮 AB一起按会发送7 显示一个7按钮 程式就很简单 那我们现在把它写入 把它写入我们的板子 我们下载 Microbit插上去了 我们下载 把它传送到老师的板子上面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这一块是我们写入的板子 刚开始出现大科的爱心 当我们按下A按钮 会出现什么 刚才我说我们按下A按钮 应该要出现笑脸 它还在写 按A按钮它出现笑脸 按B按钮它要出现笑脸 哭脸 哭脸 哭的 AB一起按钮要出现什么 7 它要出现7 这就是老师端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学生端 那学生端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是哭脸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小爱心 学生是小科的爱心 一样广播群组要设为一 设定他是这个班级的群组的人 好 确定了以后 当收到广播文字 广播文字 那这一个英文字就请你先不要动 不要理他 因为这个是广播文字的时候 它会附带这样子的一个字串出来 以这个字串开头 所以我们从这个积目开始往下写 那如果这个字串是笑 要做什么事 那我们做跟老师一模一样的动作 所以老师笑我们学生也笑 那再来老师哭 广播出哭的时候 学生也要哭 如果老师广播7 学生也要一起说7 这个积目就并不复杂 不复杂 那我们一样把它传送到 我们的学生端 这时候你要准备另外一块 microbit的板子 把它下载到 microbit的资料夹里面去 存进去 我们看到它正在写 这个是老师的板子 这是老师的板子 这是学生的板子 OK以后 我们来测试 当我们按下按钮A 会出现什么 笑脸 学生这边也出现笑脸 我们按下B 老师端出现哭脸 他就哭脸 我们一起按下7 两边就一起出现7 老师跟学生就同步 同步 这样子就可以达到广播的目的 那留一个作业给你去思考 老师可以向学生广播 那学生有问题 可不可以向老师发问 嗯 这个是好问题 积木应该怎么写 就请你自己去把它画出来 把它做出来 然后去做测试 看看发生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